2011年,一个27.5G内存的布亚视频在国内外广泛传播,一时间,视频中的男主角李宗瑞被推至风口浪尖,在这些视频中,有嫩魔,有明星,甚至还有李宗瑞的继母梁天婷,细数下来,足足有60多个明星惨遭拍摄,93段布亚视频,近200张照片,无疑不让网友们震惊,和李宗瑞相比。 陈冠希、罗志祥都要喊他一声大哥,东庄事发后,李宗瑞开始了23天的大逃亡,并借助在友人陈美兰的家中,对于儿子的畏罪潜逃,父亲李月苍不得不发表声明,呼吁儿子尽快自首,在警方下达通缉令后没多久,李宗瑞主动自首,经过法院二审,李宗瑞被判79年7个月,中审后被判29年10个月, 至此,李宗瑞成为了众人口诛笔伐的人物,李宗瑞偷拍案事件的背后,是那些遭受李宗瑞欺骗的女人们无休止的自我疗伤,11年过去了,那些女人们怎么样了? 1.吴亚欺,台湾女星吴亚欺曾经出演新苹果乐园《悄悄爱上你》等电视剧,未来星图一片坦荡,但是在事业上升期时吴亚欺却被爆出不雅照,她也因此被公司血槽,只能被破从伤。 2020年10月8日是吴亚欺37岁的生日,她也在社交网站上高调晒出照片,照片中她身着粉色细肩戴上衣,好身材呼之欲出,令人羡慕不已。 桌上更放着两个看起来价格不菲的蛋糕,搭配着粉色玫瑰,非常浪漫,也不难看出男友对她的用心。 据了解,吴亚欺男友财力丰厚,对吴亚欺也十分不错,还经常陪着吴亚欺到世界各地,比如到法国巴黎旅游,看演唱会,到阿尔卑斯滑雪,两人非常幸福。 对此,吴亚欺也发文感谢男友,因为疫情,回不去台湾过生日,没有家人跟朋友的生日我难免觉得失落,你懂我,所以带我来厦门过生日,厦门离台湾很近,可以让我思念家乡,谢谢你如此用心,还帮我布置生日。 吴亚欺能走出当年的阴影少不了男友的帮助,如此用心,也不禁让人把她与吴亚欺的前男友进行对比。 据了解,当年吴亚欺与李宗瑞恋爱,但是李宗瑞却有怪皮,李宗瑞会趁着吴亚欺醉了进行拍摄,甚至在两人分手后还威胁她去自己家。 更令人愤怒的是,虽然有很多女性卷入此次案件,但真正有高清照流出的只有吴亚欺,她可以说是最大的受害者。 吴亚欺也透露自己当年情绪崩溃,每天醒了就哭,哭累了就睡,十天暴瘦五公斤,甚至有过放弃生命的念头。 吴亚欺的演艺事业也被耽误,只能转行从商,卖保养品道也过得十分滋润,幸好她有男友的清新陪伴,也慢慢地从阴影中走出来了。 二,白星惠,在白星惠17岁那年,她被台湾凯沃模特经纪公司发现,并培养她出道,白星惠不如使命。 在她出道六年之后,主要担任凯沃模特公司的专属模特,正式进入娱乐圈。 值得一提的是,身高175厘米的她体重却只有100斤,还拥有傲人的双风,这样魔鬼的身材让人羡慕不已。 但事业上顺风顺水的白星惠,感情上却屡欲挫折,原本白星惠和球星毛佳恩一直以来都非常恩爱,两人还经常合体晒幸福照,但是,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分手的命运。 在两人分手之后,2012年4月,33岁的白星惠新恋情曝光,轰动一时,白星惠的新男友是比自己小二岁且身家破异的德少集团执行长唐唐。 自2016年白星惠拍完销售奇迹后,两人就已经在交往了,在还没有结婚的情况之下,白星惠就怀孕了,还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这时候的白星惠依旧是未婚状态,在遇到堂堂之前,白星惠在酒吧偶遇了李宗睿,他深深地被这个男人吸引,于是两人就谈起了恋爱。 没有料到的是,李宗睿并不是一个专情的人,和他交往的同时,还与其他女人交往。 于是,白星惠马上和李宗睿分手了。 但李宗睿并不是一个证人君子,在与他交往之后就到处说与白星惠的事,白运会为之大为恼火。 甚至在后台大骂李宗睿,不要再跟别人说我曾经和你在一起过。 这件事之后,白星惠就彻底和李宗睿划清了界限。 只是万万没想到的是,2012年李宗睿被警方拘捕,流出的照片疑似有白星惠,这让白星惠的事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。 不过,堂堂非常喜爱白星惠,一直以来都对他关爱有加。 2017年,白星惠深陷42张为处理照事件的漩涡,从那以后就远离观众视野了,等到两人结束了7年的爱情长逃,才走进婚姻的殿堂。 在娱乐圈消失很久的白星惠在2018年出席活动接受采访时,说到自己已经带下第二胎儿子,生活非常美满幸福,即便还在母乳未养中,她的身材依然非常强艳。 3. 观影 王力宏宣布退圈时,观影发2000字长文,力挺李亮磊为自己发声的行为,也直言开枪王力宏。 观影是除官媒外,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赶出来指责王力宏,支持李亮磊的人,网友们酸塌蹭热度,观影却说,人有时候还是需要有点正义感的。 在与金城武,梁永吉一起出演的电影《向左右向右走》中,她饰演的女配角小红,成功提名当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,后来观影又参演了天国的嫁衣吐司男之吻二偷天换日等作品。 李宗睿案率先遭披露时,观影被某周刊刊载照片,暗示观影与李宗睿的关系,观影的公司随即发表声明澄清,其本人也在社交平台上感叹,我能不理会,但一些打来关心的电话,让我啼笑皆非。 即便自己真的与案件无关,李宗睿的名头已经让观影深受其累,从2002年入圈到2013年吸引,观影在圈内算得上是勤奋,搭档了也都是蓝正龙,阮晶天,周虞明等男演员,演艺事业却一直不温不火,后来干脆结婚吸引了,观影嫁给了朱志薇,但朱志薇的家庭条件并不算太好,与观影相比更是天差地别。 好在朱志薇本人很争气,他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,后来成了某公司的CEO,他知道朱志薇的家庭条件一般,要求婚礼一切从简,甚至为了帮助南方省钱,还要求对方不要买昂贵的戒指,警告他,敢买我们就分手。 最终朱志薇只选择了1万台币的简单婚戒,就将身价几百亿的第一名愿取回了家。 4.林丽菲 林丽菲是一名知名模特,经常在台湾地区出席活动,但她不是台湾艺人,属于新加坡艺人,林丽菲在台湾工作时,被李宗睿伤害。 自从李宗睿入狱之后,她渐渐淡出娱乐圈,在家相夫教子。 2016年8月,林丽菲和张翰因合作明天一起去乐园相识相爱,同年12月份两人结婚,从相爱开始就是火热,之后就同居了。 据悉结婚的时候林丽菲已经怀孕多时,林丽菲在社交平台上写道,我结婚了,同时也是快乐幸福的小孕妇。 林丽菲的经纪人透露,张翰已得知林丽菲怀孕,就买了戒指,跪下求婚,告诉林丽菲以后不要再工作了,好好养胎,如果真的想工作,就等生完孩子身体好了。 在做打算,之后被爆出张翰和林丽菲在一起的时候,是由女友的,因为林丽菲怀孕才和小女友分手。 在前女友抓到张翰出轨以后,张翰直接告诉前女友,自己要有家庭就够了,她已经选择林丽菲了,这件事林丽菲是这样解释的。 当时自己和张翰在一起的时候,张翰是单身,她和前女友已经分手了,张翰的经纪公司还特意强调说,张翰没有劈腿,她和前女友是6月份分手的,之后便是朋友关系,见过面,不很正常吗? 5.王唐云 2018年3月,于文乐出席冒险王魏斯里发布会,在群访时透露老婆王唐云已经怀孕,之前没公布是因为想保护他们,于文乐夫妇在泰国旅行时被拍,王唐云一身黑色宽松连衣裙,腹部可见明显隆起,而且两人结婚时也被传出双喜临门。 于文乐和王唐云2017年12月才结婚,没想到刚过去三个月,孩子很快就要出世了,对此网友们一点也不惊讶,表示,不用问都知道是怀了再结婚的,不然他哪里会结婚哦? 好多明星艺人突然结婚都是凤子成婚,现在很多艺人都是这样的,估计是怀孕了才结婚的,不然于文乐还会继续潇洒下去。 据传,王唐云是台湾皮带大王的千金,于文乐和皮带千金王唐云结婚的消息一出,震撼港澳台和大陆演艺圈。 不过很多于文乐的粉丝表示一直不喜欢王唐云,因为他的背景和过去疑似有很多黑点。 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王唐云到底是不是李宗瑞事件的乐视女,由网友爆料,王唐云就是之前李宗瑞视频的女主之一,别名乐视女,不过王唐云的经纪公司都予以否认,但是还是有部分网友坚信她就是女主角。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,李宗瑞事件爆发之后,有一位受害者在生理期期间遭到李宗瑞的迫害,还被拍下了视频,愤而引起公愤。 可是尴尬的是,当时受命受理案件的法官反反复复观看视频,看得都会悲冷,结果认定乐视妹意识清醒,并不是被强迫的。 其实,谁还没有点不堪的过去,就当是当年年少无知吧,如今王唐云也拥有了幸福的家庭,两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宝贝,走到哪儿都是人人羡慕的一对。 所谓地狱空荡荡,魔鬼在人间,说的恐怕就是李宗瑞本人了,幸而这些女星都寻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,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,只希望那些不堪的往事都化为沉与烟,随着时光慢慢消失。